近些年,有两个词很火,一个是断舍离,一个是扫除离,顾名思义,断舍离是抛弃反杂旧物,远离执着诱惑,追寻自由正我的行为,扫除离耐心扫杂陈,体敌心灵,照亮展现人生的行动力,无论是断舍离或是扫除离,其实都是人们对于美好捷径,简直积极的一种追求。 而这种人生追求,在我们民族,早有历史渊源,诸此家序开天便是黎明激起,洒扫停除,古人也常讲义物不倒何以扫天下,而逢年过节,我们也是定要遵循九福一事,缓天洗地来一场彻彻滴滴的大扫除,一个聪明激进满是飘香的房间和一个尘埃满地旧物堆称的房间,相信所有人都会清晰于前者。 人类的天性便是追逐美好,远离灰暗,睡在干净的房间里,望着星空闻着花香,你会情不自禁地心生愉悦,而躺在垃圾成堆的屋子里,你会不由自主的担心灼床下,是否有蟑螂角落,是否有老鼠。 干净简洁的房间往往自带阳光磁场,它能改变主人的精神面貌,身体健康,也能影响到一个家庭的风水和运势。 一个干净整洁的家有着抵挡世事风霜的魔力,它滋养着爱情,滋养着花音,另为城里的男女心思成云彼此守望,以吸引着世间的福气温至踏来。 君子居露时而亦成不染,我们大多数人无法拥有广煞万间,甚至买一所属于自己的房子已经竭尽全力。 但我们可以令三尺龙身之地洁净明亮,如阳光几缕,照亮路遥远邦,因为干净的房间里藏着生活的福气,它不仅滋养婚姻,也会滋养每个人的身体健康。 我见过很多家庭,打舞乱堆,屋渍满墙,尚未学会走路的孩子从客厅到阳台,要越过若干素料玩具,爬过爸爸的单只拖鞋,啃几口脏兮兮的沙发鸡脚,让爱重重翻山越岭,最后双手还要沾上妈妈的一丝长发。 小孩子最娇贵,就绝如此脏乱差的屋子,身体素质难免会受到影响,同样娇贵的还有老人,风竹之躯最是难抵细菌的金石,因此对于洁净的之所更为可怕。 每逢家节,人们总会争先恐后的发朋友圈,严肖打扫房间迎财神,严肖财神最喜欢干净明亮的家,其实,俘虏受洗财,同少亲让老,哪个不喜欢住在干净的房间里呢? 我们的天气总是雾沉沉回茫茫,并逐日安待,家里动辄便落下一层厚厚的尘土,稍不留意便成为蟑螂属里的生长地,坚实金井, 保持房间干净依然成为重要之事,人情光鲜亮丽,人后也要跌尽如初,自己的家要去打扫,租来的房子也要珍惜,毕竟生活不是租来的,身体永远是自己的。 打扫其实是一个反复选择,剔除和制杂厨层,引来光明的过程,而一场酣畅淋漓昏汗如雨的打扫厨,不仅能令心情愉悦,有时已能令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透着舒畅。 前几天感冒了,整日烟烟,烂于收拾房间,但眼望着沙发堆起的杂志和日间打烟的绿螺,也不得不打起精神来,准备简单的收拾一下便再去休息。 但等我将地板沙发收拾干净,又为植物浇碗水,望着整街芳香的屋子,便又忍不住的想,索性让玻璃也明亮起来吧。 待到一番辛苦窗明寂静之后,我望着油烟种地,厨房那早已泛黄的防油纸和油烟机,又蠢蠢欲动,作为女主人,怎能容忍这个活色生香,这战畅满目尘埃,客戴到打扫完厨房,房顶, 家里所有的干扰角落之后,我仍心有不甘,索性打开灵外的衣柜,将所有的衣服,事物分门别类各个各主,为止的整整齐齐,摆放的井井有桥,有些多余的陈年就午上且玩好,便打包好捐赠出去。 不便赠送也不忍,抛弃的便还动脑筋,就衣服做成地点,就瓶子用来插花,泡沫箱子用来种植生菜。 而更可喜的是,经过这一番灰汗如雨的打扫,我的房间凝亮,心情舒畅,连感冒都不知不觉被治愈了。 九句蓝事不闻其香,九句暴事不闻其愁,意见干净的安身立命,之所是心灵的气息滋养之的。 在这里女人愈加滋润,男人愈加成熟,全家人都可免受污垢的侵扰。 中国人最讲究风水,其实何须远求呢,感净的房间里,便藏着俘虏受洗财。 身处聪明接近之所,心怀光明,行事洁净,便是这世间的最佳风水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